大家好,我是Chusha 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一凌晨西甲有好戲上演 馬體會會作客挑戰貝迪斯 馬體會今季聯賽不敗 近年來多次對陣貝迪斯都佔盡優勢 所以今將馬體會應該有力全取三分 另外這場賽事M Plus會為大家提供現場直播 說回貝迪斯 魄力連來在2020年夏天執教貝迪斯以來 球隊發揮穩定 過去四季都能獲得參加歐戰的資格 今季踢完十輪取勝四場和三場輸三場 現在有15分排在歐戰區域中 但留意,受限於多線作戰的原因 貝迪斯今季的整體表現發揮不穩定 聯賽只試過一次連勝 而且只是兩連勝 雖然上輪憑著洛基和艾維拉的入球 貝迪斯是2比1險勝奧沙森那 士氣提真 但今季他們可以依賴攻擊點不多 頭號得分手、盧斯素和主力中場 卡華盧等人都要相決 目前對內入球最多的就是洛基 他只能夠入兩球 功力上明顯有點不糟 另外,馬體會近年來絕對是貝迪斯的苦主 雙方最近10次聯賽交手 貝迪斯也是1勝難球,還輸了8場 所以今將貝迪斯應該沒有能力抵抗馬體會 即使今將主場出擊都不易看好 人腳上後衛,納坦蘇沙金將要坐波監 至於另一邊,馬體會上將比利爾逆轉擊敗後 處於歐冠兩連敗 決心要回到聯賽提振軍心 所以金將戰意好龍 有來的是馬體會今季頭10輪取勝5場和2場不敗 攻守兼備,昆場入1.6球,指失0.6球 其中昆場失球數就是西甲最少 基文尼斯帶領防線功不可沒 加上進攻核心 基斯文之前宣布從法國國家隊退役後 他可以專注球會比賽 無而有利,踢出好表現 而基斯文今季已攻入3球 而今下先加盟到馬體會的艾華里斯 經過一段時間適應後 已經回到正常水準 他將會與基斯文拍檔 成為風箭上最強大的威脅 相信今將馬體會應該會在客場贏球 人腳方面後衛,朗格勒和勒諾文特 都是因想要決陣 天民間特別是出生育 2個決鬥 mache雙一點 封面小孩子 對我來打排架 是說無人正常水準 對你挑戰 適掉的確定 冬特帖 anf踠 就い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